随着疫情形势逐步缓解 那美国IPO市场终于又热闹起来了 那本周投资者开始显现出 对新上市公司的兴趣有所增加 那也开始抢购IPO的一些股票 那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华纳音乐了 那在今年初受到包括疫情等因素的一些影响 而被迫推迟上市之后呢 华纳音乐终于姗姗来迟了 本周三在纳斯达克是完成了第二次上市 筹集了19.3亿美元的资金 那也是成为了今年迄今为止 美国最大规模的IPO 那其实对于华纳音乐 大家应该不太陌生 那华纳音乐作为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之一 与环球音乐 索尼音乐是三足鼎立的 而且还曾是Spotify的股东 旗下也拥有诸多的当红艺人 例如Bruno Mars Cudby 林俊杰 肖敬腾和李荣浩等等 音乐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华纳音乐的上市 能否找回唱片行业失去的十年 那在数字音乐时代 流媒体的兴起 曾经为唱片行业是雪中送炭 可以说是挽救了整个唱片行业 但共患难后 到底能不能同富贵呢 这值得我们探讨 另外我今天还会分析一下 华纳音乐这支股票 它的投资价值到底高不高呢 为您打开全新视野 关注背后逻辑 欢迎收看FX168卫视 大家好 我是陈蔚 那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其实除了出于投资分析方面的一些考虑因素之外 这次我特别选择来聊一聊华纳音乐这支股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个人感情了 华纳音乐算是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挺大的 毕竟华纳音乐集团的香港子公司 香港华纳 是孕育了不少的天王天后 可以说是成就了香港音乐的黄金时代 包括像我很喜欢的林一连 叶倩文 王杰 郭富城 郑秀文 还有梁永奇等等 说起来满满都是回忆啊 一不小心这里又暴露了年龄 好了言归正传 因为这期视频呢 我关注的是华纳音乐这支股票的投资价值 所以呢 这里就不过多的去说一些 关于华纳音乐的背景情况 以及它的故事了 不过话说回来 华纳音乐在2011年私有化之后 这次重归美股 其实它本身的意义 已经不局限于在华纳音乐本身了 背后是近十年暗淡后 终于有望重见曙光的整个唱片行业 其实我一直觉得 投资一支股票 就是投资这支股票背后的公司 而同样重要的 就是它背后的整个行业 到底有没有潜力 或者说未来的天花板到底高不高 那比如说 你看中一家公司 它确实在行业里面是No.1的 也是很牛的 但如果这个行业本身已经不行了 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算再厉害也翻不了天 或者可以这么说吧 这支股票 未来的一个升值空间就会很有限 那这样投资价值也就不大了 你说对不对 那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华纳音乐背后的唱片行业 到底怎么样 那我先将我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华纳音乐和整个唱片行业 未来十年的机会 它可能都在流媒体平台上面 也可以这么说吧 流媒体的横空出世 才挽救了江河日下的唱片行业 但无形中也成为了唱片行业 很难摆脱的一个枷锁 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反噬伤害 那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啊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唱片行业 更准确的应该说是录制音乐行业 那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录制音乐行业 和我们所谓的音乐行业有什么区别 那录制音乐行业 指的就是靠录制音乐来牟利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唱片公司 他们是通过录制一些音乐专辑 发行专辑来赚钱的 而音乐行业的范畴呢 则是更广泛的 是指只要你和音乐行业沾边的都算在内 例如你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那你设计了一个专辑的封面 那你的工作所产生的价值 就会算在整个音乐行业的收入里面 那因为我在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有些机构用的是 整个音乐行业的财务数据 但是我今天会分享的呢 则是特指录制音乐行业的数据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混淆了 那2004年华南音乐被卖之后 同年全球录制音乐行业的收入 是仅仅微涨了1% 总量仅为200亿美元 那之后就一路下滑了 直到2011年是跌至了148亿美元 而正是在这一年 华南音乐被私有化了 暂时是离开了我们熟悉的资本市场 那2014年呢 全球录制音乐行业 可以说是沉至了谷底 总量仅为143亿美元 十年间唱片行业的没落 背后是互联网的崛起 带来的颠覆性冲击 那2007年 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出来了 iPhone 2014年呢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则开始紧喷 与此同时 资源聚合型的网站也陆续诞生了 2001年 Nepster推出了点对点音乐共享服务 那此后 海量而且免费的音乐资源 就在网站上大规模的共享和传播了 那唱片音乐巨头 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自然就开始逐步的没落了 不过世事难料 正是这些音乐资源的聚合型网站 逐渐就进化成了现在的流媒体平台 那数字音乐大行其道 版权意识的不断提高 就帮助唱片行业转战线上后 重新焕发了生机 其实华纳音乐这类的唱片公司的表现 和整个行业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你在唱片行业里面 你是很难逆势而行的 而2014年至2019年这五年中 全球录制音乐行业的收入 是连续五年录得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2019年全球录制音乐行业的收入 是增长了8.2% 达到了202亿美元 其中流媒体功不可没 收入达到了129亿美元 占比是高达了64% 那另外我们专门来看一看华纳音乐的业务板块 2017年至2019年财年 华纳音乐数字音乐板块占比分别是 47.3% 50.4% 和52.4%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逐年提高 而且占比过半的一个情况 而同时期的华纳音乐的实体专辑业务 则是不断下降的 而更重要的是 在2020年财年的第一季度中 更是大幅下滑了20% 所以可以看出 唱片业能够走出困境 很大部分就要归功于这些流媒体平台 而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 也就是IFPI的数据显示 2018年年底 全球付费音乐流媒体用户 总数是达到了2.55亿 尽管这个数字 比2017年的1.76亿 是增长了45% 但根据New Zoom的数据显示 在全球32亿智能手机用户中 这一比例依然不到8% 也就是说它只占全球大型数字服务用户群的 一个很小部分 那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付费音乐模式 在中国这个大市场 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2018年的付费用户 才仅仅3300万 仅占中国14亿总人口的2% 而2017年 中国才刚刚基深于全球前十大的音乐市场 2019年则位居第七 所以可以看到 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 流媒体付费音乐模式 还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可以这么说吧 整个付费音乐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但是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那就是流媒体越来越强大 它对于唱片公司 是不是一直很有利呢 那这里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唱片业和流媒体平台 其实一直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局面 事实上随着进一步的发展 流媒体平台强势崛起下 也带来了音乐产业渠道的一个强弱变化 使传统唱片巨头的垄断地位 是开始遭到了很严重的一个挑战 传统模式中我们都了解 那就是唱片公司它与词曲作者签订合同 获得一定时间内的一个作品版权 但流媒体的出现 就令音乐制作的硬件要求大大降低了 那包括像歌手们 他们可以自行制作和发行音乐作品 而且流媒体播放的单曲价值 又远远低于实体唱片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 歌手从单纯的音乐作品的销售中获得的收入 已经不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了 也就意味着唱片公司对于这些歌手的吸引力开始下降 而在发行渠道方面 以前歌手是非常难以发现一张专辑的 他必须非常依赖那些拥有着大量资源和渠道的唱片公司 但流媒体出现之后 我们就发现发行成本大大降低了 速度也很快 你完成一首歌之后 你完全可以自己上传到各大音乐的平台 这样很快就能在第一时间与整个公众见面了 这就令很多独立音乐人 或者说有潜在才华的音乐人 他们不一定非要去签约那些唱片公司 我可以直接和流媒体平台进行签约 所以这里就可以发现 如果流媒体开始涉足到这些音乐内容生产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Netflix 奈飞 那这些网站 他们开始自己制作一些内容的话 就会直接挑战原先的一些大型的电影和电视制作公司 那对于唱片公司也是一样的 肯定会意味着带来巨大的打击 甚至我们可以慰言耸听一点 流媒体他救了唱片公司 这点是没错的 但是流媒体平台也存在会彻底取代唱片公司这样一个很大的威胁 而实际上在整个2019年 让华纳音乐最头疼的 其实并不是以前的一些数字音乐的盗版问题 而主要问题却是来自于对流媒体平台不合理的音乐定价 以及不准确的版权计算等等 那简单解释一下吧 唱片公司收入的关键其实就是定价权 而类似于Spotify 包括像QQ音乐等流媒体平台 他们的会员费用都是相对便宜的 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付费用户 但如果这些平台 他们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低定价模式 或者让定价模式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再加上版税计算等方面的一些协调问题 很可能对于传统唱片公司的收入是一个致命打击 目前华纳音乐和流媒体平台达成的音乐授权 基本上都是一个短期协议 而这些协议里面包括像版税定价在内的条款 都会受到每一家公司的溢价能力 音乐行业的变化 法律变化等很多因素的影响 具有一个较高的不确定性 而对于唱片公司来说 能否找到一个能够保护长期版权收益的方式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没达成长期协议之前 随时有可能会对这些唱片公司的财务表现 产生直接影响 也就换句话说 这些唱片公司的财务表现 不一定会一直这么平稳 它甚至会出现一些较大的波动 当然了 包括华南音乐在内的三大唱片公司 他们也会居安思危 也开始去尝试多产业布局 但上市之后 毕竟还是要为股东负责的 而在眼下 想要提振业绩 令财报更加好看的话 最直接的也是最好的方式 无疑就是要和流媒体平台进行合作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唱片公司和流媒体 它属于一个相爱相杀的局面 不过呢 大家也不要太过的悲观 因为在中期内 手握着大量当红歌手资源的唱片公司 依然具有着不可小觑的优势 那目前全球前十大唱销歌手中 有九位就属于这三大唱片公司的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头部资源就是最高的一个企业护城河了 然而长期来说 我觉得唱片行业未来的压抑还是很大的 现在就说彻底复苏 迎来光明的未来 还有点为时过早了 那我们回到华纳音乐这支股票 按照IPO计划的25美元的发行价来计算 加上近30亿美元的负债 华纳音乐的企业价值 也就是EV 大约是在160亿美元左右 而在截至3月30日的12个月中 华纳音乐在扣除了利息税收 分红以及折损之后的一个盈利呢 是在7.55亿美元 那它一个企业价值的倍数 就只有大概21倍左右 而腾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是曾经以企业价值30倍的一个倍数 来收购了环球音乐10%的股份 那就帮助环球音乐 在当时的估值达到了330亿美元 所以可以看到 目前华纳音乐的一个定价 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再加上呢 音乐行业 它其实是一种反周期的投资 在疫情期间 它是表现出来了 比其他娱乐行业更强的韧性 那这样看来 华纳音乐在IPO后的表现 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 但考虑到与索尼音乐 环球音乐这样的顶流资源来比 无论在他们的市场份额 融资能力等等 华纳音乐都只能排在第三位 显得稍微逊色了一些 再结合刚刚分析到的 唱片行业未来面临的 流媒体平台的挑战和威胁 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长期投资而言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一个 升值空间可能不会太大 但是短中期内呢 还是可以作为一个 投资考虑的选项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 今天只是我对华纳音乐 以及唱片行业的一些 较为基本的分析 毕竟我不是唱片行业的专业人士 所以说呢 我主要是分享 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看法 算是为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提供一个敲门砖 如果能够为大家展现出一些 新的角度呢 那我就很满意了 但并不意味着 我是在这里推荐这只股票 毕竟投资还是需要独立思考的 建议有兴趣的 或者说对整个唱片行业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的 去做一下研究 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 和投资需求再做判断 那这些呢 就是今天关于华纳音乐 这只股票 我所做的一个视频内容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大家三连一下 就是点赞订阅和转发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你有自己的一些意见 和看法想跟我们分享的 那也是非常欢迎 大家在下面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